Yo 我是老薇 這一款GN武裝啊 這個是HG的版本啊 之前萬代不是在展場已經展出了 他要做那個METAL BUILD MBE的版本 然後說號稱是史上最大的MBE 我想光是那個GN武裝的MBE啦 大概絕對是破萬的啦 那所以我覺得說 我覺得以我的財力 我覺得我還是買HG會比較適合一點點 因為畢竟不用大概十分之一的價錢 就可以買到一個其實也算蠻大的 一個GN武裝 然後再加一個能天使啦 因為MBE那個應該是另外賣啦 然後能天使 因為他之前已經出過N台能天使 所以基本上你N天使主體 就可以來配那個GN武裝 那目前也沒有消息 所以也不知道他之後也是在展真的還展假的 好反正就我們今天就來開這款就是GN武裝吧 這款跟那個自由的那個流星啊 算是這兩個算是HG非常熱銷的 就是可以就是鋼彈的本體 然後再加上MA的組合 就是很多人基本上都會入手這一款 所以其實這一款 因為他畢竟是2008年的商品了嘛 所以其實到現在其實也有一定的年紀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最近 因為他最近你也知道萬代的新模型一直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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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像這種跟流星就越來越少人在買了 因為畢竟真的也非常時間非常非常久了 所以我是蠻希望說就是因為之前不是還有說那馬來西亞啊 還是哪個就是國家他也有做大概賣個5000多塊錢 好像是組裝模型吧 我是覺得說那5000多塊錢好像比較便宜一點點 要不然如果換成MB的話一定超貴的 我們今天就要來開這個 如果你不想買MB的話 那我們開HG我覺得聊勝於無啦 要不然真的是 對MB真的太貴了 其實一打開可以看到 其實因為畢竟是HG嘛 而且也是比較年紀比較早期的HG 所以其實他除了就是HG的板件以外 其實我覺得這一支比較多的重點 基本上都放在巨人武裝上面 撕貼的部分是比較大的板件 就是都是GN武裝的 我覺得這個顏色其實算是還蠻好看的 因為這一款就是HG 所以Size基本上板件都是非常大一塊 所以組合起來其實都不會太困難 然後裡面還有附上一個支架 因為基本上這個GN武裝應該是也沒辦法可動什麼之類的 好這一款我相信非常多人都有入手 因為能天使就是這一款真的是 算是非常非常的經典 因為能天使是萬代的輕額子嘛 所以其實這一款 我相信你在之前就是比較便宜 沒有模型漲價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該買的 基本上都買了 所以 但你可以看到他其實組裝部分都不會太困難 然後最後就組成這樣子 你就把一個能天使放上去就OK啦 好 所以其實因為這款能天使真的 後面很多人說可不可以放RG 因為他後面那個背包的卡榫是不一樣的 所以可基本上都要再改一下才能放RG的能天使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有那個改的能力的話 我覺得RG的能天使可動性會比HG好非常多 那老外今天就簡短開銷到這邊啦 就是如果你沒有入手的話 跟自由一起錄吧 我們推薦的啦 因為畢竟長這個樣子 也真的沒有別之 OK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